大家好,我是丽夏 今天开始来打造这个阳台花园 就是这个地方 之前挂花放在这里缓苗的缓苗区 之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这个底下它是垫了一个床垫的 这个地方被这个前房东改造了 成了一个小房间 其实之前这里是一个西南朝向的开放阳台 改造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阳台了 因为它装了这个推拉嘛 这个封闭式的阳台它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冬天它会比较的暖和 不用担心这个花会被冻死 缺点就是那么就不够通风 不通风的话 这个花就非常容易得病长虫 尤其是这个土干起来会特别的慢 那么就容易烂根 对这个盆核土的要求就比较的高 还有就是封闭式的这个阳台的话 这个光线就会更差一些 这个地方除了冬天 其他季节是晒不到太阳的 所以在选花上面是比较困难的 不能选择这种洗光照的 不能选择这种容易得病长虫的 只能选择这种皮实好养的绿植 但是如果一个花园就只有绿植的话 会比较的单调 所以我要再尽一块下大功夫了 我提前准备了一个这个植物清单 其中罗列了一些洗阴洗半阴的植物 其中这个官叶的植物就有40种 有比较常见的绿螺吊栏 还有这个叶子非常漂亮的玉类 青苹果竹鱼啊 孔雀竹鱼等等 还有非常耐阳的绝类 这个铁线绝啊鸟巢绝啊 凤尾绝等等 还有不常见的一些官叶植物 比如说这个新叶藤 网文草就比较少见 还有20多种这个开花的植物 常见的就有这个红掌 白掌比较这个地方丰盛 还有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的 一些不常见的开花植物 比如说这个花叶曼长成花 红花绣球藤 是不是没见过 虽然打造这个封闭的阳台花园 很有挑战 但我喜欢挑战 下个视频我就对这个花园 稍微设计一下